嘴唇發黑是因為我們的酒裡面有很多的紅色素 我們現在就來教大家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顏色比較深的酒啊 你就盡量避免去喝到它 來看一下我們的實力喔 大家好 歡迎來到Funny Bistro有趣小酒 我是Eric 我們最近在葡萄酒新首選社團上面 請大家回覆有什麼葡萄酒的問題 那收到的前幾名問題都還蠻有趣的 那葡萄酒有關於這種社交啊 或是與人相關有接觸性的問題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小醫科的為什麼喝完酒心跳會加速 喔你說喝了酒心跳加速嗎 應該是戀愛的感覺吧 其實喝酒的時候 你的酒精會讓你的血管擴張 這時候你的心跳就要打得比較大力 才可以把血把它打到比較勻的肢體末端 好所以這是正常的 那喝完酒為什麼嘴唇會發黑啊 我是不是中毒了 你說中毒嗎 其實不是喔 好那眼鏡發紅其實跟你喝酒 還是血腸擴張式有點關係 嘴唇發黑喔 是因為我們的酒裡面有很多的紅色素 它是葡萄皮裡面來的 好所以這種色素呢 就會沾染上你的嘴唇跟牙齒 讓你覺得喝完酒好像表面沒有那麼好看 那我可不可以用比較油的食物保護牙齒 對喔這個是很多人會問到的 他們就覺得 我是不是讓我們的嘴唇啊 或是我們的牙齒上面有一個保護層 這樣子就一了百了啊 問題就解決 好可是其實不是喔 因為像這種比較油脂啊 這種東西呢 它雖然覆蓋在你的嘴唇 或是你的牙齒表面 好可是你的嘴巴是會動的啊 牙齒也有很多一些小孔 好所以你的油脂沒有辦法 100%一直覆蓋在上面 好所以你在吃東西的時候啊 或是你在喝酒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又掉落 所以你的酒還是會慢慢的沾染上去 多吃一些纖維食物 可以把色素刷下來嗎 這個我也有想過 我以前有做過實驗喔 好其實是不行的 其實是不行的 好那這些多纖維的食物 雖然可以稍微把你的這個牙齒表面 有一些清洗的感覺 好可是其實它有很多的小孔 我剛好提到喔 所以你要把這些色素從裡面把它刷下來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我們現在就來教大家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好那我們分兩個種類 一個是你的嘴唇 一個是牙齒方面 好那嘴唇喔 主要就是讓你的酒呢 少去接觸你的唇部 你的色素成年就會比較減緩 第一個就是護唇膏 有一些比較保護的作用 防止它接觸的這個部分就可以 第二個就是比較有趣的 叫做用吸管喝葡萄酒 再來就是我們牙齒方面 好那牙齒方面就相對比較複雜喔 因為你喝酒的時候 一定會把酒放到我們的嘴巴裡去 要避免接觸是相對比較難的 好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多喝水 其實這個是牙醫建議的喔 你在喝酒的時候呢 你可以多喝水 把你一些色素把它沖淡 好所以你的色素沉澱的一個狀況 就會比較減緩 好那第二個呢 是你要勤刷牙 好可是要注意喔 因為我們在喝葡萄酒的時候 它其實酸度非常高 它會把你的髮狼紙軟化 好這時候呢 你如果很大力的 或是太頻繁的去刷牙呢 反而會把你的髮狼紙給要破壞掉 好所以我們建議是喔 你喝完酒大概30分鐘以後呢 再開始輕輕的刷牙 第三個就是 我們要定期到牙醫去洗牙 好第四個是比較易勞勇逸的方式啊 就是做我們的陶瓷貼片 好那其實陶瓷貼片呢 它是一個比較光滑的表面 所以你貼上去之後 你的牙齒就會非常的亮 除了剛剛我們做一些牙齒上的保健之外呢 好那我們也有其他的方式喔 那有一個比較明顯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喝什麼酒 好那你比如說你喝白酒啊 香檳啊 或是粉紅酒的話 它原本紅色素就相對非常低 好那這時候你要染色的機會就 也是降低很多 幾乎不太會染色 好所以你如果想要帶一個紳士 或是一個淑女的話 你要出去喝酒也可以喝這種 幾種酒類喔 它是比較沒有色素型的 好可是呢 有人就說我一定要喝紅酒啊 怎麼辦 好這時候你可以選一些品種 好比如說我們的黑皮諾 Pinot Noir 然後我們的嘉美 Game 或是說我們的這個 Nabiolo 我們這幾個品種呢 相對它的色素是比較低一點點的 好那比如說你的顏色比較深的酒啊 你就盡量避免去喝到它 顏色比較深的像是Cabernet Sauvignon Xuhar 或是說我們的這個Malbec 好特別是Malbec 那它在法國有黑酒之稱 顏色是非常的深濃 好那你如果喝到這種酒的話 當然你的嘴唇上面啊 你的牙齒上面的顏色 就會附著的非常快 那顏色產區的酒 比如說像是我們的美國啊 像我們的澳洲啊 還有我們的西班牙 什麼智利 好它現在很多酒 都是這種比較深濃型的 非常甜熟 非常香 好那這種酒也是色素比較多 那你就盡量避免去喝到它 來看一下我們的實力 到底我們的Cabernet Sauvignon 還是這些比較淡顏色的這種葡萄品種 到底有什麼差別 好那我們現在有一罐是我們顏色比較淡的 好來是來自我們的伯九萊 好那伯九萊這個產區叫Mogon 好是Mogon 好那這個是Sumie 這個家族的酒 它是比較輕柔型 而且非常清香的 好它是顏色比較清淡的一個品種 叫Game 好我們等一下來看看它的顏色 到底有什麼差別 好那我們的Cabernet Sauvignon的這個代表呢 是我們來自我們這個喬治亞 好那喬治亞的葡萄酒 可能大家比較少聽到 好可是喬治亞葡萄酒 其實它有非常深濃的一些味道 那乾淋也比較多 也是很適合成年 好我們來看看一下 它到底顏色在這個燈光下有什麼差別 我們今天幫大家解決了非常多的困擾 那如果你之後呢 還有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們今天就到此結束囉 拜拜 真的還蠻方便的 我教你那麼多 還不趕快訂閱按讚加分享 趕快開啟小鈴鐺哦 有其他問題趕快留言給我